6月18号是副理乡长补选投票日 虽然天气很好 不过投票人数还是非常少 这次补选的总选举人 是有8400多人 而截至早上11点 只有将近300个人前往投票 下午4点投票截止之后 就会马上进行开票作业 6月18号是副理乡长补选的投票日 不到5点 代理乡长江东城就在竞选总部 宣布自行当选 服务处统计下来的票数是1963票 紧追在后的现任新兴村长刘文祥 是1273票 民众都为江东城开心 江东城不到接近10点 与太太前往投开票所来投票 经过了几小时后K票 得知结果票数是最高的 非常感谢乡亲们的爱戴 感谢我们这个乡亲的爱护 我感觉今天的盛选 应该是荣耀的归宇相亲 不是我个人 感谢这么的相亲一路过来 真的是对我非常的照顾 非常的肯定 所以这一次能够顺利来当选 自行宣布当选之后 就在服务处与大家用餐 场面温馨又欢乐 最后江东城说当选就是责任的开始 并且会兑现所说的证件 把复理的观光 农业以及其他产业 结合县政府中央各部会的资源 全面性的来出发 让复理箱越来越好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